我告诉你啊,以后在家做红烧茄子千万不要过油,那样既浪费又麻烦,今天教你一个简单又好吃的红烧茄子做法。 做出来的茄子软绵入味,特别的好吃下饭。 首先准备两根清洗干净的长茄子切掉头尾,再从中间对半切开,然后将它一分为四。 再斜刀把茄子切成菱形小块,稍微切小一点熟起来比较快。 切好装入盆中,加一勺食盐。 下手抓拌均匀,把茄子腌制十分钟,煞出茄子里面的水分。 准备适量的大蒜剁成蒜末。 葱白切成葱花。 切好装入碗中,加入一勺生抽,半勺的香足,少许的老抽上色。 一勺蚝油提鲜。 再加入少许食盐,一勺白糖,一勺玉米淀粉。 最后倒入小半碗的清水,用勺子搅拌均匀备用。 这个时候茄子也腌制好了,看一下腌出来了很多的水。 然后加入多一点的清水,把茄子清洗一遍,洗去多余的盐分。 洗净后,再用力挤干水分,这样茄子在炒的时候才不会稀有。 挤干水分的茄子,装入碗中,加入一勺玉米淀粉。 下手抓拌均匀,让每一个茄子都能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。 淀粉也不需要放得太多,要不然熟起来比较慢,而且容易粘锅。 最后抓拌成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 起锅烧热,加入少许食用油。 油热之后,下入过好粉的茄子。 用铲子整理平整,开小火慢慢地煎。 底部煎至定型后,轻轻地晃动一下锅,使其受热均匀。 大概煎两分钟左右,一面煎至金黄后,再翻一个面。 把两面都煎至金黄熟透,要不然吃起来会有一股生臭味。 这样煎出来的茄子比油炸的吃起来还要香。 亲爱的朋友们,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 感谢支持和鼓励。 一直把茄子炒至变软,像这样就可以了。 喜欢吃辣的,可以放一点青红小米椒。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翻炒均匀。 转小火烧至两分钟,把茄子烧入味。 两分钟后,再开大火,把汤汁收至粘稠,让汤汁都包裹在茄子上面。 出锅前放一点剁好的蒜末,香味立马就提升上来了,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 这样做出来的茄子吃起来软绵入味,毫不夸张地说比肉还好吃,而且一点也不会油腻,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。